国有城西城四方 城有军西人一场 尘重能兮为东凉 君有后戏赤正方 字节手段出落榜 女一角牛钟惶惶 染命一戒君子女 是请凭你百姓康 未愿我能一日为期 从今从小五四复礼 为父子情与内 为父十度于心 世情欲处无数理 但愿无能尽皆其余 一军一副 无有担心 山奈君的指数 名为天下根基 为此还并临 公主 驸马多位这一幅画 一幅字 官家看了都赞不绝口 公主也爱画 别夸了 放那儿吧 放那儿吧 公主 驸马多位的字画 却非凡品 画带字意 自寒画运 要不然公主 怀疾 这是我这些年的画稿 你老实说 有没有一张很像样的 这 当年爹爹听说我要学画花鸟 便指定了画院中 他最欣赏的崔白叫我 让你从中传达师傅的指教 结果呢 你的画已经颇有所成 可我还是画成这个样子 崔白看了我两年的画 便发现我是朽木一块 之后的批语 便也只是 盛好二字 公主是极聪明的 只不过 只不过我并没有 对画那么致迷 我当年要学画 不过是因为我自己心里的 那个傻念头 那时爹爹整日买手在奏章 公文之中 都不知园子里的花 何时开了 屋檐下的燕子 何时来了 我想要画给他 不是我爱画 是我看见什么好的 都希望喜欢的人 也能看到罢了 对于一个不相干的人 看他画的画 写的字 干吗 不过这个李伟 总算做了件好事 他给爹爹送画 爹爹派你来 你便可以陪我 对了 前日曹福给娘娘送了 春烈心得的皮毛 你陪我去挑件好的 公主 何时这样喜欢皮毛了 你明明知道干吗 故意让我说 对啊 我就是觉得 春烈时候 曹可可一定是身手最好的 他策马王宫的样子 刻得有多好看哪 请张先生明见 那些玉寇 珍珠 金丝银线 全是主管给我 教小人指称 是罪诺处搜出来的 胡说 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我 他们是联手陷害 有人要害龙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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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内人不必慌张 我自不会信任何一面之词 只是 她是当年四公主夭折时 见证之人 我尚要盘问她当时细节 断不能让她在此时 有任何损伤 她偷窃没偷窃 是她陷害的别人 还是别人陷害的她 自会带回黄城寺 细细审问核查 却不是在此时心虚 来人 将这两人 带回黄城寺 去吧 虽然许内人涉嫌诬陷 但许内人身怀龙胎 怕万一有个闪失 我是不敢 此时寝去黄城寺的 不如这样 陛下 我将此事前后原委 去祥然阁禀报张娘子 请她定夺如何处置好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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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并非要提起 方才争执之事 只是方才得知 起伏苏顺卿的智书才下去 他尚未复任 便病重而逝了 陛下 娘娘 福康公主来给娘娘请安 娘娘 怎么了 娘娘娘好友的夫君十日前去世了 她还很年轻 几个孩子都没你的 她定很爱她的夫君吗 娘娘年轻的时候 我特别羡慕她们 神仙眷侣 说的就是她们 没想到她们会是 中途戏别 这是她给娘娘的信吗 字写得真好看 你能认得出 这是谁写的字吗 这字 写得像新发的花枝一样 很是特别 可是 又与爹爹给我看过的 明家法帖不通 我猜不出 我猜不出 好 潇洒太湖暗 淡柱洞亭山 鱼龙隐处 烟雾深锁 渺迷奸 方念桃珠张翰 忽有偏周吉蒋 偏浪在炉环 落日暴风雨 归路绕厅弯 丈夫至 当锦盛 耻书闲 壮年何事憔悴 华发改朱颜 你借寒潭垂吊 又恐欧鸟相猜 不肯傍青轮 赐赵穿奴笛 无语看波澜 你 这么晚了 你站在那儿做什么 这是怎么了 说呀 说呀 你搞什么鬼 他女儿死了 他不会放过我的 即便他相信那是一个 他不会相信 他是不会让我和我的孩子活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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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词应该是出自苏姊妹罪笔之下 上个月她写了这阙词 不久病逝于苏州 不久病逝于苏州 苏姊妹是她死了 她不过才四十岁 也是机遇难消 忠诚顾忌啊 可是 苏姊妹不是在苏州 建了一座苍朗亭吗 爹爹还让我背过 我记得里面说 她成日与鱼鸟共乐 而且 而且娘娘也说 她与妻子十分恩爱 为何会机遇成疾呢 惠柔 你知道 她修筑园林 为何以苍浪为名吗 是 什么典籍里的词句吗 苍浪之水清溪 可以灼我婴 苍浪之水灼溪 可以灼我足 爹爹 官家 你知道的 我绝对不是想要害公主 绝对不是 公主第一次发病 那帕子也不是我给公主的 那是 那 那 是我 不 不 你是想说 是我害死四公主的是吗 不不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绝对不是 公主的死是意外 真的是意外呀 意外 你若无心 好端端的帕子 为何要用构树花粉浸染熏香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水害死 也要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为什么你的房间还要藏这么多的构树花粉 我不甘心 明明我和她容颜无忌不想上下 你刚开始是不甘心 可是后来呢 后来你是希望官家去小岚壳的时候 她因为出疹子流涕无法施行 你便可以沉浸取而代之 是 杨阳因为 我藏入你的橱柜玩耍 被构树花粉浸地传遍咬着 那是意外 可是张娘子缠绵病塌 官家痴情日日陪伴 可张娘子又无法施行 你的愿望实现了 你的愿望实现了 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蓝天 我劝过你多少次了 婆婆 事已至此 只要那个张茂泽 让宫女依靠我要定 四公主是因我房中的花粉而亡 只要娘子大量算是两半斤 都不会放过我的 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 因为第一次 第一次那把子是您给的 而前途于您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 张茂泽 横竖是为了皇后对付张娘子 我在想 不如 不如我们就依靠这福中的孩子 都靠皇后 皇后年过而立 膝下无子 她要对付的也是张娘子 我们跟她没有过节 皇后不会难为我们的 只要皇后一句话 张茂泽她一定会演戏击骨 收拾好残局的 难条吗 我想她即刻就会攀附皇后的 好啊 那一会儿你就到我房里 把事情始末写下来 说明 我们从未有过谋害公主之心 一切皆因意外所致 你我 都画了压 再上针给皇后娘娘 一表 好啊 我们对皇后的忠心 尊驾是生了都知 能管辖整个尽忠了 还是眼瞎走错了门 回头看看 这是降鸾阁 不是昆宁殿 帽泽前来打扰张娘子 只因听闻张娘子一直关注着 当年公主抱病夭折时 逃出宫的宫女 杨复都知始终未找着人 帽泽接手了未接的案子 最近 倒是将这名宫女 找着了 你说什么 爹爹 这苏顺青 其实并不想游山玩水 而是想做官的吧 他就是因为做不了官 才郁郁寡欢 生了病 对吧 他尚在壮年 又是满腹才华 自是有一番报复 不甘就此山水济鱼生他 爹爹既然极爱他的才气 又为何把他赶出京城 不许他施展报复了 因为他做错了事 便要承担责任 可是方才娘娘说 他以苍老为他的庭字提名 而且爹爹又解释这二字的意思 如此说来 他是觉得自己蒙冤的呀 他为人正派单纯 是个让人仰慕的才子 让人喜欢的朋友 但是围官 却不懂沈氏夺氏 眼高于鼎 让同僚不满 又不够谨慎 坏了规矩 做了坏榜样 不许他做官 不冤枉 但许多人借题发挥 为抹黑他的人品 这便是冤枉他了 我不懂 慧柔不需要懂这些 可是慧柔知道 他死了 爹爹很难过 是的 从此以后 国朝再也没有 汉淑下酒的大才子苏梓梅 再也看不到他写新的文章 这是国朝文坛的损失 亦是后人的遗憾 那么 他并不是坏人 而且又这样有才华 爹爹可以网开一面 法外是恩啊 爹爹一定也是想的吧 每个人都不可能静有着他自己的心意去做事 可是爹爹都不行吗 爹爹是官家 管着天下所有的人啊 你爹爹管着天下所有人 却也被天下所有人管着 爹爹 他有起不能 由着自己的心意 你是说 爹爹那日 并非因为天气寒冷 在外滩玩 被激得喘疾重复而亡 而是堵在下人的衣橱里 误吸了构树花粉 这是内鸣 曾逃出宫的宫女所言 他还在贵厨深处 看到一个乌骨树所用人偶 上面 是张娘子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什么下人 哪个下人 我要将他千刀万剐 千刀万剐 娘子 娘子 此人卑鄙阴险 娘子万万不可中他的奸计 一切得得明日禀卡官家之后 由官家来做主裁判 当年虽将苏顺秦学迹为名 说永不敘服 但我心中是想凭物意 亦想给他一个刻骨的教训 今年便在摄幼罪人的教授文中加了一条 尖主自盗 情烧清者 须行不离学 言者反对 说这是邪秦驱蔽肃肃顺秦 两月前 我下旨 欺负顺秦 做胡州长使 是想让他先在外左官 慢慢地再调回京中 以免台监说太多话 为了 他竟没等到 臣妾也盼望他夫妇 能归隐水乡 能以泉食自食 善二好歌 安于崇狂 水池 紫美却还是丈夫之 当景生 齿书贤 他这样的人物 也不能超然世俗之外 真正放下 谁又能超然啊 是为名利 是为报复 也或是为 天命释然 有所谓的事 宋顺秦不能 夏颂不能 朕更不能 官家管着天下人 天下人别无选择 官家被天下人管着 却是官家自己选的 但是朕常常并不甘心 那依然是官家自己选的 官家为了让天下人 心甘情愿地被管 选了时常让自己不甘心 让秋和去拿你的存酒来 官家 你气色不太好 我让秋和替你按一按 此时不想听皇后觐见 只想与丹淑饮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怀季 你说是不是天下的男子 都喜欢做官的 在国朝任何男子娶了公主 便不可以做朝廷的大官 管朝廷的大事了 只能做个游手好险的驸马都尉 这是真的吗 这 的确是国朝的规矩 但也并非做官才是有用之才啊 譬如驸马 极善书画 所以也许虽然曹哥哥喜欢我 但却也想做官 所以爹爹才不选他做驸马都尉的 要不然 要不然 爹爹那么疼我 怎么会不把天下最好的男子给我 臣不知曹公子遗愿 更不敢缺踩死官家的心思 怀季 这几日我使劲地想啊 想 去想爹爹为何不把我许给曹哥哥 不管是去想 爹爹没有那么疼我 还是去想 曹哥哥没有那么喜欢我 都特别难过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难过 官家是最疼公主的 今日爹爹和娘娘说那个苏顺青 她又好看又有才华 还有个很相爱的妻子 不做官 去山水之间见见亭子 写写诗 做做话 可比整日里挑剑爹爹的毛病 和其他老头子吵架快会多了呀 结果 他却因为不能做官 郁郁寡欢 生了病 病死了 丢下了他的妻子 如此看来 天下的男子 都是觉得做官才是最重要的吧 不急不急 找他 我鸿射吃 你心想她的心 你心想她的心 想要你 mittlerweile 华鸚 他许起 ¿ 伯伯 伯伯 你怎么了 伯伯 伯伯 你怎么了 这世上太多事 天命如此 我可奈何 官家对她的良苦用心 顺卿泉下有吃 依会感激 这是杜夫人承交给你的 可还有信件 他突然将这词交到我弟弟手中 我弟媳送入宫来 除此之外 并无信件 我弟弟曾遣人送钱给他 他谢绝不受 说 上乘疑词 不畏起怜 为妄官家肯已辜 对范相公 傅燕国 韩智归 欧阳永书等外放文臣 多加顾息 以后安葬姿美 若能蒙他们 此篇目至 他这一生便再无所求了 你这番话若是被严官听到 可是要弹劾后空干政了 你一贯谨慎 怎的今日却忘了避讳呢 有恒慈情 是因心伤他夫君英年早逝 念及王府遗志 及生前之有 发乎之成 臣妾如实转达 并无一字增见 臣妾问心无愧 若是因此被严官弹劾 亦不后悔 丹淑替之交好友敬言 设计朝廷 被贬官员 这算不算甘政 朕还真拿不准 严官的想法 不过丹淑 为之交丧腹伤心 被我说什么 都是我们夫妻间的事 与旁人无关 人生一世 能做了夫妻总是天大的缘分 我知道你内心有诸多的不甘和委屈 却又不敢夸口说 你若是说出来 我便能帮你解开心结 开开心心了 只希望你 开心或是伤心都对我直接讲 老大 唠叨也好 哭诉也好 哪怕是撒娇撒泼呢 不要就拿出皇后的气度 强自压制 压制不了 再拿出皇后的身份 来一本正经地对皇帝觐见 来 就是这样 你相信我 我一个字都没骗你 蓝条 他却又害你的心 有些事 渐渐害死了公主 他该死 可是 他坏了官家的骨肉 要是无形之势 定不能断他的死罪 多半会是宽容 我知道 你宁可跟他同归于尽 也不可能认手 可是他 他 他还怎么配于你的同归于尽 所以我刚才 我便替你 处置了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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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罪 我也有罪 那条帕子 那条帕子是我无用的 后来 我明明知道 明明知道蓝条路 妖宠的心 但是我 但是我 我顾着夏索 要 要 要顾你这杨怀明 我怕你实胆力骨透不过皇后 所以我一直都瞒着你 可是 明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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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未有过背叛你的心 我不会背叛你 说句谦阅的话 这些年 我 我 我一直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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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亲 女儿一般 不 婆婆 我不怪你了 我也不顺你的情 你不要离开我 都是许蓝条他一个人的死 你替我去处置了他 我不怪你了 我会去救官家 饶你的罪 我现在就去找官家 我去找太医 不 不 不 我要去救官家 我要去救官家 赵宝泽 赵宝泽 也是 他听了主意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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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 还牵连不到你 不行 不行 我 我想以后 你什么都别说 你 只要 只要让官家 只要让官家看见你 看见你伤心 看见你伤心就好 我不怕 官家他会护着我 我不想去避开我 冯夫 我 我会去救官家 饶恕你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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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婆婆 那庄 我都别说话 你你过来 第一庄 是 你这庄 能不能有来 让你回来了 你最后 你最后 之后不久便被料子发起 所幸治得早 现下余毒都已拔尽 应是无碍了 那那进来吧 是 死过一次 感受如何 臣愧对官家多年信任栽培 无言苟祸 求官家赐死 我且问你 贾婆子遗书所言 你可承认 他处处诬陷皇后 乃是故意攀扯 绝无此事 那你一死了之 旁人便就相信你所作种种 便与皇后毫无关系了 官家 官家了解娘娘 娘娘人品贵重 怎会谢于于贾许等人计较 一切都是臣的罪过 臣 厌恶张娘子鄙俗 不分祥然阁嚣张 臣 所以你就设套坑害贾婆婆许内人 造谣诬陷 不 是他们自己各自心怀鬼胎 臣虽然厌恶他们 却是顺着他们所作之事何尝 并未有丝毫无险 但是 但是臣虚一意孤行 自以为是 又算错了一招 竟然 竟然害得皇子 未能出身变 便是许内人而去 臣罪该万死 千刀万剐亦不为过 臣伺候官家多年 却如此不长进 官家今天来反复提点一臣 喜怒臣之 就要发胡情 而指护礼 不可偏激 不可偏激 然而臣却如此努钝 终于酿家大错 臣无言口获 求贵家自私 不可偏激 你 真真是个宠惑 你心中想些什么 当真不知 自以为是自作聪明 你竟何时云那假脖子 成了一号祸色 你以为你被千刀万剐了 就能证明皇后的清白 前朝后宫便没有人议论 是皇后指使你如此行事 不可偏激 你若死了 那才是给皇后蒙上了不白之缘 官家民间 娘娘莫说从未知识 臣所为乃属皇城司事务 臣从未禀报于娘娘 便是臣 心中却是为找到 祥然阁错处 而暗息 但自问追查过程 并未有丝毫假造证据 严刑拷打有故的唯虑之处 那你急着死什么 贾婆子选择死 是因为夏颂已经封竹残年 不可能再回京市 你之后查出的识据也会向他问罪 你呢 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中 走投无路 只能去死 这 你是说不出 还是想都不敢想 你行动虽未为力 内心却有恃偏颇 你查此案 不是为了匡正执法 也不是为了帮助无辜 更不是为了朝廷和宫廷的利益 你就是心有所骗 然后寻事时 唯你私心所用 你所为 表面上无可指摘 内力 与那贾婆子有何区别 心有所向 意有所增 并没有帮到心中所向之人 只在摧毁所增之人 且伤疾无辜 你难道不是如此吗 你不愿意 臣害得五顾皇子王死 臣当辅助了 这个孩儿 朕在心中给他取名 赵轩 官将 娘娘派人来 说今日重阳节宴集 皇亲贵妻会在卫士前后先到后院 赏局 钓鱼 也安排了鸡丸 投壶 不 看一眼将在身时 不 看一眼 起来吧 官家 起来说话 音贵nehmer 医生 监账 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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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兒 赵儿 赵儿 赵兒 这个计划 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你呀 真是傻 恋你裙子无暇 请我先一怒骂 四方成立 十里灼灼桃桃花 春风如梦覆开记得下 共成为邹珠门 winds 过今繁华 速葱花 葱影一场苏黎花 四方城外千里江山如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风过夜 生生起 梦醒尽品秀落满 爱生可作双飞 爱生可作双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